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魏金斯 美联社一篮后 灰狼还是稳定得分 提古阵风虽然不差 不过双塔每次碰上灰狼都未能发挥优势 将笔数差距拉开到27分之多 末节 提古虽然大出一波12比2的小高潮 但仍以17分落后 藏在末节翻船的灰狼 这次不敢大意 急忙换回主力 锁定胜局 最终就以116比98击败提古 灰狼此夜6人得分上双 巴特勒拿下21分8助攻7篮板 汤斯也砍下21分16篮板双十成绩 魏金斯则一助20分 汤斯霸气口篮 美联社提古卡森斯砍下全场 最高23分15篮板5助攻 A 戴维斯则视角出16分9篮板 卡森斯攻下全场最高分 美联社 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